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九巴元朗的反擊來到 接應全中的頭鎚攻門 而紅輝擋住 絕不雞手鴨腳而是清脆利落那隻 鏡頭一轉 李康廉在左路突破 全中球造成對方後防混亂 球最後掠門而過 控球時間比較長的東方龍師 無論攻門還是中目標次數都比對方多 但上半場未有入球 經過雲尼的頭鎚 勁度夠角度不太久 之後他為隊友踏路 乖巧地擠給李康廉 漂亮喔 李康廉跳起一下 金雞獨立立下來 人吶中捐過 被力逼之下 右腳吃得不夠硬 搬場護毛紀錄 過年之前 東方龍師遇過一段小低潮 失落了高級能牌之後 再起聯賽失分 不過已成過去了 鬆夠迎身 新一年新氣象 起腳試射的新秀王子浩 上一腳未成功 但當谷迎子的射門被對方護空門之後 就這樣搞定了 王子浩不是球隊的新人 但外借了一段時間之後 季中重返舞會 回來的第二場球就有球入了 協助東方龍師在50分鐘領先1比0 領先之下面對著對手的攻勢 東方龍師所受的壓力不算大 葉宏輝跳起雙手接實 球隊今場的第一個調動 在64分鐘 洛迪古斯入踢白鶴 效果非常顯著 出來不過分多鐘 他就接應谷迎子的罰球 一踢搞定 66分鐘 東方龍師領先2比0 而這一個也是今場球最後的比數 最後東方龍師繼續排聯賽榜首 領先第二位的結智3分 今天當然很滿意 還有我們期待了這個3分很久 始終球隊仍有高低潮 我們近兩場比賽都贏不到 其實有少少打擊 但慶幸就是內部氣氛仍然很好 今天我相信我看到我的球員 展現到希望贏球的決心 這對我來說是最開心和最滿意的地方 我們現在包括幾個球員 例如阿智 王子 還有傻邦 阿瑞 全部球員都可以後命 因為我們應付不同比賽 有不同部轉 接下來壓冠可能是主手的 有足夠的球員數量去做調動和調整 我們現在可以做的 我們一下我們會除了 這個角色分析 我們下部也要請他做的 包括我們行動 我們下部隊的連動 實力是另外一個集団 我們下部隊的員工 我們下部隊的皆さん 我們下部隊我們下部隊